呃 維麗炸醬麵 呃 維麗炸醬麵 就我覺得它味道很好啊 其實我覺得可能一般泡麵 我會覺得有點麻煩 因為大部分都有湯吧 然後像維麗的話就是乾拌麵 你還是有些泡啊 對啊 可是吃起來就不會那麼麻煩 我覺得台灣最好吃的泡麵應該是 維麗炸醬麵 就是你有時候不想要 就很熱的話你不想要喝湯的時候 你就可以吃乾的 嗯 蝦寬的紅油麵皮 然後它是很接近於泡麵的一種食品 但又不完全等同於泡麵 然後我覺得它泡起來也很方便 就吃起來也非常好吃 又比較特別 跟一般的泡麵也很不一樣 我最喜歡它的馬漢大餐欸 因為他們有那個肉包啊 我是特別喜歡吃麻辣口味的啦 我本身愛吃啦 然後還有加那些牛肉塊啊 我就會覺得很滿足 康師傅我超喜歡吃 口感超好 然後比起統一的話 我覺得統一的麵就不夠勁道 我覺得康師傅麵條超級勁道 超級好吃 太久了吧 花雕雞 就覺得它很香 就是它的有一種中藥味 可是又不會太強 它的麵條也蠻Q的 對於泡麵的話 我比較喜歡四川的味道 所以我就比較喜歡阿寬紅油麵皮 我覺得他們泡起來特別方便 吃起來也特別好吃 有四川人的味道 是熬夜必備用品 跟大陸的康師傅比 我還是喜歡台灣的味道 我覺得口味很多種吧 就是種類比較多 然後味道也比較合那個口味 台灣的吃起來會比較偏鹹 其他像日本啊韓國那些 就會偏比較多元一點 我記得有吃過比較特別 就是像紅油那種甜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日本會有發展出 發明出那種奇怪的口味 我是覺得 泡麵這種東西是蠻方便的 也蠻奇妙的 然後有各種口味都可以 就是被研發出來這樣 來一顆的泡菜口味的那一個 因為它有那個乾的泡菜 然後放進湯裡 它就可以變成真的泡菜 它跟一般泡麵不一樣 就是它可以有一個比較實體的東西 不會像其他泡麵一樣 你可能就找粉的那種 我覺得大陸的那個湯達人 那個湯底特別好喝 就是給我感覺就是它那個湯底 特別濃厚 吃麵先喝湯嘛 就麵好不好吃 湯最重要 有一個牌子叫滿漢全息 然後它裡面就是湯化我覺得是次要的 因為我吃麵的話喜歡撈東西 它那個牛肉粒很大 大概這樣子 然後就是每次我拍照發朋友圈 它好多人就會問我說哪裡買的 下次要跟我一起拼這樣子 滿漢大餐吧 它料蠻多的 雖然它有點貴 但我覺得就是 但論好吃的話我覺得它還算是不錯這樣 現在泡麵要找到真的有肉的那個 泡麵實在不太容易 滿漢大餐算是有肉的泡麵的 我覺得我覺得算不錯的 湯達人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吃的 拿康師傅對比啊 康師傅它比較多 而且吃多了膩 然後那個湯達人的份量剛好 然後它的湯也很好喝 老檀酸菜麵 統一老檀酸菜麵 統一香辣 就是不管別的味道怎麼吃都 就是我個人怎麼吃都會覺得有一點膩吧 但是老檀酸菜麵就什麼時候吃都不會覺得膩啊 我不一樣 我覺得老檀酸菜麵可以吃 我們要為這個問題炒一下嗎 台灣的泡麵是超級好吃的 因為它好吃的點是因為它的料很足 然後很夠味